已經到底了 三部接拍 三年版 2023年版 大家好,我是稻子 我們本集的三部接拍人像 我們在京都的二三年版 以及一部分的花劍小路 我使用的器材是特別跟送你借的 51.4GM 比起1.2GM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 1.4GM的話 出國肯定是比較方便 雖然光圈小了一點 但是相對換來的重量跟提及 絕對是可以大幅增加你在 國外想要把它拿出來的時機 這個早晨呢 我們就透過這顆鏡頭 搭配一些京都早晨的光線 我們實際上拍攝一些人像 跟大家分享 我知道很多觀眾其實出國的時候 都會有需要幫身邊的人 拍一些照片的需求 那這一集 可能一些角度 跟一些使用光線的方式 也許可以讓你當作一個參考 那這一集呢 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點就是 早點出門 如果有在關注我們頻道的IG的話 就知道我們頻道有一個hashtag 清晨5點散步推廣委員會 為什麼會有這個奇怪的hashtag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喜歡 早上5點起床出門拍照的人 那很多人會問我說 欸 我能不能下午5 6點再出門拍照 因為陽光的角度呢 其實是差不多的 除了方向不同外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不一樣 那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早起拍照 最大的差異 尤其是像在京都這樣的地方 其實你早上起床拍照啊 跟平常白天或者是傍晚來拍照 最大的差異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二三年版這個地方 幾乎沒有什麼觀光客 這個時間是早上八點 其實也不算是特別的早 早上大概六七點起來 雨寒化個妝 我們一群人坐著電車 然後呢 徒步再走一段路走到這個地方 其實花上了不少交通時間 抵達時候大概八點多 我們在離開二三年版的時候 差不多九點 那這一段時間呢 可以看到 我可以拍攝到整個 二年版三年版的街景 而且幾乎沒有人 這不是一個觀光客會起床的時間 我知道對於旅行的人來說 早起本身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跟團可能是不可能 但以自助來說 可能前一晚玩得太晚 早上沒有辦法那麼早起來 想到要起床的時候 可能已經十點 整天好出門就是準備吃午飯的時間 那在這樣的時間 如果你抵達二十三年版這個地方 我相信就會 如同大家印象中的長相一樣 充滿了觀光客 以及一些本地人 甚至你可能會碰上 校外教學的學生 把這個地方寄得水泄不通 而在當天我們拍攝完這個地方 離開的時候呢 也的確 觀光客的人潮 跟校外教學的學生 開始湧入 那 街上就會變得 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適合拍照 尤其你有想輕鬆拍些人像的話 那更是沒有什麼辦法 五十這個焦段在拍攝的時候啊 你會需要比較大的空間 我們常說 如果你今天要靠近一點 其實你用二四三五可能會比較方便 但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喜歡畫面工整的攝影師 那我就希望能夠帶到多一點的景 我用五十依然可以拍到比較廣的景 但是呢 這個時候我需要比較寬一點後退的空間 那像在二三年版這個地方 其實街道算是蠻寬的 隔日街拍攝啊 還是可以把建築物很多的細節都拍進去 那可以看到街上這樣一條一條的光線 因為這邊的建築其實沒有太高 然後一早清晨的光線 雖然角度很低 但是呢 巷弄間光線還是透的出來 在一些建築比較密集的地方 比較沒有辦法做到 譬如說你在台北 等早上六點吃不太到光線 可是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郁寒的臉可以直接照到一些光線 我可以利用 巷子間進來的光線呢 當作是主要幫郁寒打的光 就很像你自己在那邊安排一個燈光一樣 用這個光線 你要拍順光 你要拍逆光 都是可以的 那你會發現 跟旁邊的建築 因為有一些比較大的反差 拍起來效果特別的好 你可以帶到一些建築本身的細節 但是呢 你的主體也非常的明顯 一邊拍攝一邊走 其實啊 你可以看到 無論地上的光影 或者是日韓身上的光線 其實都搭配得很好 這就是早上 在早上出門 能夠享受的獨特的景觀 如果你稍微再晚一點點 可能光線再高一點點 其實能夠拍起來的效果 就會差距非常的大 這邊我們有拍到一個樓梯喔 你可以看到樓梯上面的光線 其實也非常的 就是從樹影下來的光斑 其實非常的漂亮 所以在這個地方可以補一張特寫 有時候我們並不一定喔 我們使用50焦段 就只能拍固定的構圖 其實我覺得在一開始 新手在拍攝的時候 常常會落入一個小小的陷阱 就是我平常看了人家50 都在用拍攝什麼樣子的畫面 我就習慣那樣子的構圖 其實啊 就單看這邊拍攝 樓梯上拍攝的照片 跟我轉過來拍攝 牆邊 遇含荷爾辛巴克的這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兩張的人物比例 其實差距非常的大 一張幾乎是人物滿版 一張帶了非常多環境的照片 其實這一切都取決於 你跟Model之間的距離是多少 定焦鏡在使用的時候 最需要去注意到的就是 你要不斷的移動你的位置 讓它不像變焦鏡 你可以輕鬆轉動你手上的變焦環 去改變你的視角跟構圖 你必須靠著你的腳去做移動 那你就會說 那為什麼我不使用變焦鏡就好呢 你可以有機會的話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們之前上過一支 70-200 F4 G2代的影片 在裡面我分享一下 在使用不同焦段的時候 你在拍攝人像 會造成一些視角上面的差異 那這些視角上面的差異呢 其實會影響到你的拍攝風格 以及畫面的感覺 所以適度的去練習使用定焦鏡 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拍攝人像 其實可以讓你在學到 使用不同視角跟不同變形感覺 鏡頭在拍攝的時候的差距 那當你今天很熟悉的一個焦段之後 你可以再嘗試使用不同的焦段來拍攝 你可能會對於影像在產生的時候呢 所需要使用什麼焦段會有更深的認識 50並不適用在每個人的拍攝上 那我自己特別喜歡50 那是我的部分 比如說這個停車場旁邊的木頭欄杆 這個時候如果使用 比如說24甚至14之類的鏡頭 我在拍攝的時候 這些線條一定是扭曲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這樣能夠帶來張力感可能更多一點 但是呢 就我自己的喜好而言 我會更喜歡這些線條呢 它再更緊湊一點點 OK 我們現在在花劍小路 通附近 然後這裡也是一個 我以前來京都拍分散的時候 很常來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呢 就帶正宜跟玉涵 我們在這附近呢 繞一圈 然後讓大家看看這附近 其實蠻好拍的 那如果在京都想拍個人像 以四條合圓 這附近啊 就是比較近的地方 然後好拍的地方 除了二年版三年版那邊 以外 我覺得花劍小路 這邊也很好拍 那櫻花季的時候 這邊人會非常的多 因為櫻花很多 可是因為現在是五月 櫻花掉光了 然後現在都長了綠色的葉子 其實我覺得還是蠻漂亮的 這邊的整個街區的氛圍啊 很chill 那我覺得來拍個人像挺不錯的 那我們現在就 下午三點的時間 然後我們來拍個人像 走吧 背後的那個建築物啊 被打得很亮 我讓玉涵用那個 比較亮的木頭色的 建築物當背景啊 其實效果也蠻好的 其實在街上拍攝啊 其實很大一個要注意到 就是你的主體 跟你的背景之間的曝光的差異 那因為光線都是同道 陽光基本上亮度都是一樣的 對大家都很公平 那這個時候就是 你主體身上吃到的光線 跟你背景身上吃到的光線 直接來自於陽光 還是有些是透過反射 如果有時候你背景的光線 是透過反射打到 或是在影音下 那那個亮度的反差就會很大 那如果同時都被直接 直接被陽光打到的話 那亮度就會比較相似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去選擇一下 比如說我們這樣 隨便都可以從背景中看到一些 是被陽光打到的背景 或是沒有被陽光打到的背景 那你如果想要 吐出主體多一點 可以選擇背景的時候呢 選擇背景是比較沒有被陽光打到的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 兩者的亮度都很均勻 你希望把畫面都拍得很清楚 你可以選擇兩者都被陽光打到的地方 在花前角落附近有很多這種 人工的渠道 這些小席 其實非常適合拍照 那你可以利用這些樓梯 去形成一些高地差的拍攝的角度 那我覺得效果也蠻不錯的 那可以看到這一張的背景跟主體 兩個人都是沒有 兩者都是沒有被陽光打到的 所以我拍攝浴寒的時候 它其實身上的光線其實非常均勻 背景的亮度其實也跟主體差不多 那唯一會高光的地方 就是那些樹上光斑 這個時候因為樹上光斑 它佔的比例比較少 所以曝光的時候 我普遍來說 比較不會選擇那個樹影的光斑 我比較選擇是浴寒身上主要的部分 那些微微的光斑打到的地方 就讓它過譜沒關係 那我們又到這個轉角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其實我一開始的意圖 我其實是想要透過玻璃 反射一些景色 然後穿過玻璃來拍攝浴寒 一開始我本來是希望浴寒整人在玻璃後面的 但發現因為那個反射程度真的太強了 因為那天其實天已經蠻亮了 就這樣浴寒半個身體露出來的 這個地方呢 這是另外一個我覺得有趣的 背景的光線呢 其實很有那個線條感 但主體呢 我們並不是吃到背景上面一樣的光線 我們吃到完整沒有被遮擋的光線 所以整個臉上不會有那一條線條的陰影 但我們依然可以利用錯誤的方式 我們吃到背景是有線條的陰影 但主體是沒有的 那這邊呢這一塊的光線是反射上來的 所以光線角度比較有趣 它也打成一個奇怪的形狀 那利用臉去湊近那個光線 讓它稍微吃到光線 然後就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 其實你也可以讓浴寒完全沒有吃到那一塊光線 然後讓那個奇特形狀的光線是過度的 其實我覺得可能也會得到一個蠻好的效果 總之就是這樣子 其實在街上拍攝 其實你多花一點時間去觀察 接上不同的光線形狀跟位置 利用反差的概念 就是你的主體吃到多少光線 你的背景吃到多少光線 加加減減 其實你不需要額外的補光的器材 你完全靠著model的站位跟你的站位 你可以拍出很多種不同的光感跟效果 像最後那張楓葉的照片 約翰的光是稍微有點逆光的 所以它的右半邊臉氣有被光打到 其實效果也是不錯的 在碟的地方 如果你是在碟的地方 你會有什麼樣的 數字可以看到 你很喜歡的 如果是可以看到 你有什麼樣的 你會看到